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些正义性议题的背后 其实有比较更重要甚至复杂的政治经济的问题 我相信常常看我们的节目或是看公库跟PM的报导的朋友 大家都了解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有关于空污的问题 特别是台湾的中南部 云林台中彰化嘉义这一带 其实长期的被掩埋在PM2.5当中 这里面当然罪魁祸首可能很多 包括移动式的污染源 当然除了移动式的污染源之外 还有像右倾或者是像台中火力发电厂 这个所谓的台化等等 其实都是非常被诟病的地方 那在前一阵子 这个在两年前 云林县县县长这个李济勇 曾经说要禁烧这个深煤跟石油胶 他也通过了这个自治条例 不过前几天却又把这个深煤跟石油胶的 这个执照能够展延 所以引发了当地的民众的不满 所以他们现在聚集在这个市政府的广场前面呢 要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跟诉求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言人 蒋耀贤 蒋公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 邀贤为什么你们会来这边静坐呢 因为4月17号云林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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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6月10日他貼了公告 就是兩年內要禁燒生煤跟石油膠 事實上是第一年要禁燒石油膠 第二年要禁燒生煤 兩個等於都要禁掉 他4月17日發了這張許可證 等於打破了他的政治承諾 所以其實在這兩年內 都沒有去禁止生煤跟石油膠作為非常重要的原料嗎 如果就事實上是沒有 至於他們做過什麼努力 當然我們沒有完全全部的了解 那當然李縣長也講了說 六清當然對他來講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他當初在提出這個法案 那憲議會通過之後 那李縣長也講說他不需要打憲法官司 當然今天有一個重點就是政治承諾是他做的 當然許可證也是他發的 那這兩個就是互相矛盾 如果從一個現實的狀況來看 縣政府他已經做了這個 這個所謂的自治條例 已經禁燒了 可是好像這個權限不是在這個地方政府 他就可以做決定的 包括這個經濟部 包括其他部會恐怕也都不認為 這個是一個合法的 或在程序上是有問題的 那縣府他還可以做什麼 他不要蓋章 就沒有許可證這件事情 你說他就直接不要去蓋許可證 那當然是這樣子啊 因為事情是你承諾的嘛 那你有種種的原因嘛 比如說經濟部主管 那講說要打憲法官司 就要理清地方自治跟中央的權限 那當然這個就產業來講 他有保障條款 但重點是關鍵人物還是在許可證嘛 許可證還是縣政府發的嘛 縣政府當然可以不要發嘛 因為你只有不要發 不管是背後有關於法律的問題 法律見解問題 你才有條件去打憲法官司嘛 那也才符合你當初競選 作為民選縣長 跟縣議會通過的民意基礎嘛 你是站在民意這一邊的嘛 他有辦法不要發嗎 或者是他有跟你們解釋說 他為什麼還要再去發這個 許可證的展言 因為從4月17號那一天 就是環保局出來開記者會 那縣長到目前 據我們所知 他是一直是請假的 到目前為止都請假 所以他有什麼特別的公務 也沒有出來跟你們這個見面 或者是聽你們的訴求 也許他內心也有他的壓力 或者是很掙扎吧 或者是說 當然環保局講了一大堆 什麼減量什麼 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那對我們來講 那都不是主要的原則嘛 主要原則是當初的政治承諾 到如今這違背政治承諾的現實 這個東西要被 要被合理的說法嘛 對 所以不管他實際上面做了多少 從你們的角度來講 這個承諾就是要禁燒 那就應該要完全的禁燒 在他的技術上面 而且他事實上 就你說他是可以 不要去蓋章這件事情 但是他連這件事情都沒有做 對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我們講 當然我覺得空屋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陳如管大你剛剛講的嘛 那六清這個問題 已經是這幾年來 受到全國的矚目 那甚至2013年 這個PM2.5 也被列為一級自來屋了 那大家都知道 他是最大的污染源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議題 針對他的政治承諾 我覺得做這樣的要求 是很 只要一般有嘗試的人都知道 因為 是他答應的 對 但是施毀承諾的也是同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就 構成了我們要求 縣政府作為民選政府 他必須要表明他的立場 因為這涉及全國的利益 特別是雲林縣政府公民的利益 換句話說如果他真的是 要去覺得是要去禁燒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從他的這個職責 也許這個案子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完全維持那個所謂的自治條例 可是就像你剛剛說的 打憲法官司 或者他有一些更積極表態的動作 他是應該要做的 可是他連憲法官司 也沒有任何的準備 或是也沒有說明 沒錯 而且4月17號 事實上只有一張到期 當然他一次核發了八張 這件事情就是讓人家覺得 非常匪夷所思 所以外面上 當然媒體也有報導 他整個包裹跟六清談好了 或者說他這裡背後 有什麼厲害的關係 其實這都是黑箱 甚至說 本來兩年要省一次的 包括要召開公聽會的 正當法定的程序 他都以兩年內 氣候沒有什麼完整 所以就不召開這些 聽證會 或是公聽會 去解釋環境變遷的問題 而且一次包裹給了八張 老實講 他也可以一張一張慢慢發 如果他真的有那麼大的壓力的話 還沒有到期限 你幹嘛發給他 對 所以即使在他現有的政治權力上面 那也許有些 難言之隱 這個我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可是在他的政治態度上面 或是他可以做的作為 事實上是沒有做到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說 第二雲林鄉親 當初選出了這樣 透過民意選出這樣子的縣長 那也透過民意的通過了 不管說今天我們站在的原則也很簡單 我們沒有要針對誰 甚至我們可以做縣任務的後盾 就是說雲林獻民是反對這樣一件事情發生的 你剛剛想說我們在這邊錄影的時候 其實已經在第十天了 對 那在這個第十天的時候 其實到目前為止 縣長他請假 長期的請假 不知道什麼事情 那縣府的官員 有跟你們做任何的接洽嗎 第一天 17號那天他們自己開記者會說明的時候 那個環保局副局長有到現場來 當然他講的也是講他們 新聞稿上面的東西 新聞稿上面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說我們不是要求他們來跟我們解釋 因為我覺得解釋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說法 當然我們要談的是說客觀的現實是什麼 PM2.0是不是危害了 政治承諾是不是事實 台灣是不是應該減量 那很多團體包括說 台灣健康空氣聯盟或是綠盟 他們來談或是各地的反空汙的團體 那我們覺得雲林在地團體應該有作為 難道我們雲林縣的公民 難道就像傳言講的 某部分都被六親跟六親是一團和氣嗎 我想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 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表達我們的立場 所以在這邊靜坐 對 所以你們在這邊靜坐打算到什麼時候 我們初步階段 因為6月10號等於是 他先生有推公告滿兩週年嘛 所以我們靜坐第一階段一定會到6月10號 但6月10號會有一個全國的 串聯全國各團體的氣反空汙的音樂會 會在雲林舉辦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 假設6月10號之前 就政治承諾滿兩年之前 都是有轉機的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 你不能相信說沒有奇蹟嘛 對 那6月10號就是daylight那一天 所以我們現在籌備這個音樂會 6月10號這一天 我覺得會是一個值得被記得的日子 是誰怎樣的作為 導致我們今天做的政治承諾 而且不算數 甚至如果我們不講 好像沒有人追究這樣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政治承諾了 對 你們的靜坐形式很特別 有像他的主教器 然後反PM空汙茶會 為什麼用茶會的這種方式 來去表達你的訴求 這是這樣子 我們覺得齁 我們日常生活受到PM2.5所苦 當然很多議題性的團體 科學數據或是被害者 或是環境的議題去切入這樣 但我們希望這是長期性的 跟大家講到空氣是很日常的 雖然它很不可見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 這個表態的知識呢 是很日常的 而且是很輕鬆 這樣我們才能廣納所有人的意見 所以我們透過在這邊 在討論說 對應的策略是什麼 而不是抓住一個議題 比如說我透過激烈的那個 衝突 對 對立或者是衝突 然後去扣 短暫的媒體的效益這樣子 我們希望它是延長的 就是說我們每天都在吸這個空氣 我們每天都要在這裡 對 而且要提醒大家日常的生活 就不斷地在發生這樣 對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PM2.5 它剛好是這個 懸浮而立的名稱嘛 那剛好 從沒有概念 PM就是下午嘛 所以我們下午2點半在這邊喝茶 跟大家講說 這個泡茶 那比如說我們提出這個泡茶 就很多海邊的朋友講 他說六星根本沒有賭啊 因為錢就會消毒了啊 這是一般日常生活裡面 它談的日常政治他們的看法嘛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比較日常的方式 接觸很多不一樣領域的聲音 那把這個反空這件事情 它是全民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說要擴大它的參與的層面 包括教育團體啊 甚至宗教團體啊 或者說 這些周邊的商家啊 包括農業團體啊 其實這些造成的危害是很普遍性的 對 所以其實就像透過一個日常生活 我們會有一個泡茶的行動 也要提醒大家 這個PM2.5 雖然看不到 但是它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嚴重 雖然這個行動看起來是一個緩慢 是一個非常劇情 可是PM2.5的影響 恐怕是非常非常厲害 我想這也是每個人都必須要關心的這個議題 我們也很希望 在雲林的鄉親 或是在嘉義的鄉親 也能夠來了解 或甚至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我們非常謝謝那個蔣耀潔 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大家接下來訪問的是 陳代安詩老師 繼續跟我們聊這個話題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仔報新聞 板橋大官社區反對退扶會強制破千拆屋 居民和聲援者組成的自救會 在4月26號突襲退扶會抗議 二十幾人無預警進入了退扶會的服務台 以噴漆在牆壁上噴上 反破千還我大官的字樣 並且撒明紙佔領靜座 要求退扶會主委副主委 出面與自救會公開協商 他們也訴求 必須正視大官社區60年的歷史脈絡 保障非正式住居居民的居住權 警方最後強制驅離抗議人群 並將聲援者 古正輝和鄭仲浩 送往警局偵訊 退扶會聲稱 將以妨害公務無故入侵住宅 強制毀損等罪名提告 勞動部4月25號召開勞動基準諮詢會 將審查出國採訪奧運 還有隨總統出訪的記者 是否納入勞基法84-1條責任制 而這也引發第一線媒體從業人員的反對 全國傳播媒體成員工會等團體 到勞動部前開記者會 工會理事長鄭一平就說 84-1條主要是針對監督性工作 還有非連區性工作 但是記者的工作完全不是這兩種型態 去年掀開了七休一的後門 現在又想要將出國採訪的記者納入責任制 他們無法接受 公事工會理事長王彥傑則表示 新聞媒體行業工作條件越來越低 強度越來越高 原本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工作條件 勞動部如果通過納入責任制 等於是把工作條件通通拉低 他們呼籲勞動部級審查委員 不能再開責任制的後門 去年引發多次抗爭的 高雄市國菜批發市場拆遷案 北側租戶已經全數千里 但是租戶發現 原本市府說要拆掉舊市場北宜 徵收完成後卻改成舊市場不拆 北側徵收拆遷取得的土地 要改做停車場和置紅地 自周會4月29號重返現場 演出行動局抗議 他們也出示民調強調 不管舊案還是變更後的設計 過半數攤商都不同意 市府不只違法徵收 過程中還涉犯詐欺等罪 將提出告訴 市府強調整塊土地都屬於 果菜市場興建案 變更設計不用重新徵收 而且不管新舊案 都有和市場公會協調說明 不過自周會表示 將連結攤商 爭取在爭議為釐清前 先停止進行中的工程 歡迎再次回到灘灘時光 會各式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我們看到的大園仔新聞當中 我們知道在這個禮拜三早上 大觀社區的朋友 包括自救會的這些朋友 他們其實到退府會前面 佔領了退府會的辦公室的前頭 對外櫃檯的部分 那當然他們要去表達 對於退府會在大觀社區 這個助理的事情上面 事實上相對是比較主謀的 那當然我們知道 在這個過程當中 國家政府在過去的住宅政策 或是過去的這個安置政策上面 出了很大的問題 即使真的是要拆除 他也必須要先誠懇誠實的面對 在過去所做的不足的地方 我們也會持續來跟大家關注 大觀社區這個後續的發展 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要來跟大家繼續討論 在剛剛上一段節目 我們訪問的這個 蔣耀賢來談 為什麼雲林的民眾 要到縣政府的前面 來進行這個靜坐 我們接下來要來跟大家 訪問到的是環球科技大學的 陳泰安 陳老師 陳老師要接下來從 這個有關於政策 以及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相對的權力關係 以及整體的空屋的管理的部分 來跟大家討論 陳老師你好 我們瓜老師好 大家好 陳老師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知道在四月中的時候 這個縣發了這個 有關於原本它是要禁燒石油膠 跟這個深煤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可是它還是發了這個八張的 許可證 這個展延 那這個展延的這個許可證 對於雲林縣的這個空氣 或整個台灣的空氣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的 其實不妨讓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兩年前的時候 我們的李進友現場 那時候剛剛上任的時候 他有一個動作是讓大家 讓我們全部的這個縣民 包括我們中部的民眾都非常歡迎的一個政策 就是提出了所謂的 禁燒深煤跟石油膠的這樣子一個制製條例 其實也不至李進友嘛 就是幾乎中南部的 李進友是第一個 李進友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動作 從地方制製的這樣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實在是應該給他相當程度的一個鼓勵 所以在那個時候 提出來的制製條例 沒有多久 馬上那個時候就有了 所謂的六清的許可證的這個審查發放的這個部分 兩年前那個時候 憲政府所提出來的是說 因為我們有這個制製條例 那等到這個制製條例通過以後 那就我們有一個地方的法規有法可循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做管制 所以兩年前的許可證是發放了兩年 那所以也就是說 到了今年這個許可證 又要再面對再一次的這個展延申請的 這樣子的一個申請 所以這一次大家關切說 那到底兩年前我們李縣長所做的承諾 是不是就在這次的許可證的發放當中 可以得到具體的實踐 那當然說 那許可證這件事情 來說 因為這個許可證裡頭牽涉到的是 我們國內可以說最大的一個 甚至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這樣子的一個單一的實化廠 那這個實化廠裡頭也包括了一些氣墊供生廠等等的 那由於他們使用的燃料 還有他們所排放的這些物質 那的確都會對空氣產生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絕對不會只是在雲林線 可以說是整個的中部地區 甚至整個台灣都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這麼關切這幾張許可證的發放 是否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大家會這麼關切的原因是在這裡 雖然他提出了這個展延 這個展延這個舉動 當然剛剛的訪問當中 蔣耀先生告訴我們說 其實好多張還沒有到 但是一次合法的8張 這當然是引起很多人不滿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雖然讓這個展延 可是他也有其他的這個附帶條件 例如說包括他的這個所謂的管制 或者是包括這種所謂的季節限定等等 這些做法也沒有辦法去解決 目前的空污的問題嗎 或者是也沒有辦法暫時去解決 你們的猶豫你們的擔心嗎 我們必須說 以現在整個中部地區來看 我們現在的空氣的品質 已經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惡化 那所以呢 任何一個現在存在的 這些大型的這些污染源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加強去管制 那兩年前 既然李縣長提出來說 他要整個的限制 這些深煤跟石油價的燃燒 他並不是要關六輕 而是只不過對他的燃料做這樣的處理 就表示在兩年前的考量裡頭 已經認為這樣實際上的 這幾張許可證所代表背後的這些操作 他事實上對我們整個中部的空品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 雖然他這一次已經有比兩年前所設定的條件 更嚴格一些 可是我們仍然認為 這樣子的做法仍然為得不足 因為這兩年應該以足夠讓他可以做好更多的準備 包括去督促相關的企業去做好更好的技術 去減少這樣的污染的量 所以他以他目前所提出來的量 對我們 對我們這樣的空氣品質來講 可能幫助的改善還是相對的有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即使去提出了這些所謂的配套措施 其實也不足以去 當然他某種程度是為別的程度 但是也不足以去降低這裡的空氣污染的問題嗎 其實空氣污染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是一個很擴散性的 他也隨著地理條件 然後他整個的環境 包括他天候等等 所以 我們每一年在特別秋冬季節的這個時候 會遇到這麼嚴重的問題 大家都很希望不要再拖更久的時間 所以如果讓我們再回到這個 原來我們空氣污染防治法 本身的根本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我們根本就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老實說也不是地方政府 可以擔起全部的責任的 就是如果中央他在 運用他所有空氣污染防治法裡面 相關的工具包括總量管制等等 那他可能可以改善你的情況 會比現在更好 那現在大家會針對許可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總量管制沒有實施 中央可以說代呼職守 然後我們的地方政府 所提出來的地方自治條例 送到中央又被駁回 然後所以我們民眾當然就只能寄望 這個好像是這個許可證的這個區塊 其實這已經是非常非常卑微 不得已的請求 因為已經是退到 退無可退的情況 所以才會針對許可證這件事情 來希望能夠至少能夠改善相當的一個程度 這的確不是一個單純的地方政府的問題 或是地方政府的努力夠不夠 它其實是一回事 當然從民眾 或是從一個台灣的現況來講 我們當然是覺得那個努力是不夠的 可是它這邊可能回到一個政治上面的 一個現實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這個所謂 可以做到這裡 那我們怎麼去看這個之間 可能有的衝突跟協調 那更有趣的是說 已經政黨輪替了 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同一個政黨的執政 為什麼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 而包括這個環保署署長李靖元 或者是包括這個詹順貴副署長 其實也多次的表態 他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空污是要去解決的 你怎麼去看中央到地方都是同一個政黨執政 然後呢 但是地方做出了這個所謂的禁燒的條例 可是中央協助 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那怎麼辦呢 如果真的要回到 我們這個自治條例 它本身一開始 希望能夠呈現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麼我們就覺得 當時因為政黨是 處不同政黨 你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 那今天 我不知道地方政府有沒有這個意願 可以再把這個自治條例 可以再送一次 如果它再送一次 如果它再送一次 那中央如果還圍出跟前朝政府一樣的決定 那就表示 好像是雖然花了政黨 可是它在背後的基本的思維跟價值 還是沒有不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地方政府應該做出這個動作 就是把原來這個禁燒 深煤跟石油加的這個條例 可以呢 依法呢 程序呢 再送一次 如果再被駁回 那你還有後續的救濟程序 包括了大法官解釋的這個區塊 來解釋說 是不是我們地方可以依法來可以制定這樣的條例 那你都還有這麼多作為可以做 所以我是覺得在地方政府 它可以又靠過這個方式 來主動出擊 那從中央的角度來講 那當收到了這樣子的一個 自治條例要申請核備的時候 那如果它能夠依法核備 那我想這個程序就整個的就也完成了 那可以說 就 非常非常的 互相能夠搭配 那 但是我還是要說 其實中央本來它自己就有相當的工具 只不過它自己從頭到尾都還沒有去用它嘛 就是包括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總量管制的這個區塊 總量管制的 總量管制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放在法規裡面已經十幾年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只有 這個高高頻地區 這個總量管制區才開始在試用 那我們最迫切最嚴重的 中部地區跟我們雲嘉南的這樣子的空品區 都還沒有總量管制 那其實我以為 這個總量管制呢 可能才是真正可以解決 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空污的這種特殊性質 它會有擴散性的這樣子的問題 才有辦法去 用區域方式的方式來做治理 中央政府為什麼不去進行總量管制 或者是為什麼要去駁回這個自治條例 它有一些明確的說法 它從頭到尾都告訴我們的是 它們會努力 然後呢 也陳提出來一個說法 叫 要我們地方要共體時間 共體時間是什麼意思 共體時間 可以公職也可以滿足 我覺得這是完全是說不通的 因為這本來就有正義的問題 哪裡可以拿某一個部分 特別是弱勢地區民眾的權利 來換可能就是少數企業 或者是某一些人 他的權益 我想這個是說不通的 而且這是一個整體能源政策的問題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這種所謂的調和 或是調整的可能性 但是其實這個爭議其實也在很多地方都會發生 例如說這個能源產業 跟環境之間 跟空物之間的衝突 那台灣是一個特殊的狀況嗎 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他們沒有這樣的衝突 或者是當他們面臨到這個所謂的衝突的時候 他們又怎麼解決 當然各國它本身 它就有它自己的能源的條件 這個以台灣來講 我們本來就沒有所謂的自主性的能源 那所以呢 這些年我們尤其是在所謂的節能減碳的這種 這種大方向底下 本來我們透過所謂的化石燃料的這個部分來 作為我們主要的燃料 這個本來就是已經是不可思議 這絕對違背全世界這個節能減碳的 這樣子一個趨勢的 那至於它的替代 或者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的方式的能源的配比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長遠的政策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來考量 包括你即便用化石燃料 其實當中也還有不一樣的選擇 那深煤跟石油膠就是最差的選擇 深煤跟石油膠是一個最差的選擇 可是最少是最便宜的選擇 對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它的成本是帶給整個社會 那卻有少數人來想利益 那相對而言 它用類似的設備 類似的這樣一個生產方式 把它轉換成為例如天然氣 那就改善的狀況 就已經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可是我們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在施政的時候 它可能都太過考量所謂對於這些企業的信賴利益保護 可是卻忽略了它其實也對於我們人民的信賴保護 在這一次的爭議當中 其實我們知道地方的民眾 包括環保團體 包括學者專家 都曾經跟縣府要去調閱 有關於這個六清的這個所謂的空污 或是排放相關的資料 但是似乎是受到了一些阻礙 那縣府是用所謂的 這是一個個資的角度來拒絕 這個民眾的這個查驗 這個所謂的查看 但是這個不是在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的法律當中 就應該要去保護的一個所謂的基本的資的權利嗎 關於知情權 這個本來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特別在環境資訊這件事情上面 在我們的這個 李元納瑞如的宣言裡頭 已經明確的宣示 各國政府有義務 應該要主動的揭露 跟人民有關係所有的環境資訊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的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也做相同的表述 所以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是很明顯的指出 政府有關於人民權益的相關資訊 應該主動公開 只有少數的例外做某些程度的限制 所以從這個大方向來看 像這些跟我們人民有關係的空氣的 或者是因為會產生這些空氣污染 所帶來的這些資訊 本來我就以為 縣府應該要主動公開 或者是相關的機關環保署 那事實上他們現在也做了部分 只不過我們最關切的是 那這些會造成這麼大型污染的 這樣子的一種設置 或者是這種排放 那為什麼你不把相關的資訊 把它做足夠的公開 那縣府他目前的回應是說 他在法律上沒有義務要強制公開 那這個表達的一個心態 其實是我們的政府 他還活在那個過去 就是我官府認為 這個資訊是要非常保留的 可是其實不對 因為從政府公開資訊公開法 還有從憲法層次 保障人民權益的角度來講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主動公開 這個才是對的 那等到人民去要求請求了 那你是不是也應該是 儘量的把所有跟人民有關的資訊 就儘量的來提供 而不要讓人民一直在這邊 期盼而落空 這其實是一個 民主政治一個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們知道 民主不是只有選舉投票 透明政府其實是很重要 而這其實也是 這個包括柯P或是很多的民進黨的朋友 他們都一直在主張透明政府 只是很單純的要這個 基本的資料按照法律去要求 可是卻遭到了這個拒絕 我很好奇的是 你們到底想要看什麼資料 而這個資料是不能給你們看的 其實許可證這件事情 它的一開始的概念 只是要求我們的這些廠商 它當為我們空污法所相關的這些排放 或者是這些設施的操作的時候 它應該要讓我們的環保的監管單位知道說 你的這個操作是不是合理 你會不會造成這個 包括空氣當中這些相關的這些 這些污染會不會太嚴重 那所以這些資訊大部分來說 中國其實是本來在我看來 並沒有什麼不可以公開的 而且我的看法都是認為應該是主動公開 不是人民來要 那現在人民來要 那當如果你問人民說 我要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裡頭有什麼 那我怎麼告訴你說要什麼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還有兩個不一樣的做法 一開始我們其實要求的是行政聽證 這個行政聽證指的是說 當他要審議這張許可證的時候 他應該要雙方當事人 一起來對這個許可所做的處分之前 他各方面來表達意見 那一方當事人很清楚 當然是台塑企業 那又應該要讓他來講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取得這個許可證的展顏 那對另外一方 也就是我們實際上會受到這個處分影響的相對當事人 就包括我們廣大的民眾了 那這廣大的民眾 由我們相關的這些公益團體來代表 來表達這方面的意見 甚至你再請上相關的選者專家來表達 那在行政聽證裡面 讓你政府為決策的時候 可以做更謹慎的考量 這位政府的施政其實是好事情 那不應該拒絕啦 只不過當時我們聽到環保局長說 他認為沒有必要 因為從行政程序法裡面 他的確是有權可以說 我行政單位認為可以開放 只要他認為有必要 但是他說了沒有必要 就表示行政單位他自己要擔起這個責任 他認為他自己已經掌握了所有足夠的資訊 他不需要再聽任何一方的意見 那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遺憾 他應該一開始就讓各方來表達 意見就跟兩年前他邀請了一些專家 他也把這個程序開放 讓公民團體來做適度的表達 那最後做決定 當然還是你自己做決定 這個就是民主政治 責任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那當這個行政支 這個聽證我們要求不得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民眾進一步的要求 那我至少可以閱覽 跟我們人民權益有相關的這些公開的資訊 好 那到目前直線的情況呢 那個環保局目前為止 還沒有說要駁回這樣子的一個申請 只不過要再確認所需要的資料 範圍是多少 那可能用什麼方式來取得這樣子 不過就像你剛剛說的這個是他本來就應該要主動公開 是 不過市長最後請教一個問題 在台灣的整個民主政治的發展上面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民眾人民就不斷的會要求我們要開公聽會 開聽證會 而且聽證會可能還包括他是具有法律下用聽證會 可是說實在 我一直覺得民進黨是很會懂這個程序的一個政黨 那他可能會跟你說 我們開完聽證 然後也都聽了不同意見 我也做了這個紀錄 可是他最後在這個裁決的時候 還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 或者是可能偏向這個廠商 偏向這些資方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覺得 作為一個執政黨 他就應該要更有智慧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因為政府的施政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 他後來的施政縱使一次兩次 他可以勉強的過關 但是到最後他 當他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以後 他再來所做的任何的決定 或任何想要推動的政策 都會有自愛難行之處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 對於政府資訊公開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為的是幫助政府施政有更好的品質 但是政府如果不願意 那就表示他棄決的這樣子的一個區塊 那他當然會得到的結果就是人民對他的信任 就會越來越疏離 那民進黨作為這麼長久以來 作為一個在野者 那現在執政他一定相當清楚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只不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太過於偏向於某一方面的利益 而忽略了他現在他該委的責任 那我這邊也真的是要呼籲民進黨 特別是中央政府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許可證的發放裡面 絕對不會只是地方政府單方所為 一定相當程度的受到了中央政府 或者是民進黨中央裡頭相當程度的介入 那這樣子的介入 如果換來的是民眾對你以後的施政所有不信任 我想這是得不償的事 我想我們在看待這個議題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反空 或者是說反空 他絕對不是一個我們身體健康 我們的空氣品質等等的問題 他一個更大的問題 其實反空 他可能是一個民主政治裡頭 一個某種程度 甚至我可以說 他是個反獨裁的一種過程 民主政治他絕對不是只有選舉 不是只有投票 資訊透明 公共辯論 公共討論 才是一個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核心 更何況這樣的空氣污染 以及對人民的生活 對他的身體健康 已經造成非常非常嚴重的傷害 今天非常謝謝 陳潘老師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請教你更多的相關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掰掰 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淚 激光的時間 還來不及還行 存在手中的幸福相識不見 心中的黑暗 在嗎 也希望 我只要相信 聲明的動力 如果可不可不可以 歡迎收看